2023年,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上, 中广河老挝公司与老挝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广河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项目进一步深化合作备忘录, 计划在老挝北部三个省份建设风、光、水、储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 目前,位于老挝北部乌多姆塞省的一期光伏项目已经入工程建设准备阶段, 项目投产后将成为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排二元化碳141万吨,将点亮300万个亚洲家庭, 有力带动老挝当地绿色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我们起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是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是我们推进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中央做了专门的安排,各个省,省长省委书记亲自过问, 而且组建了专门的工作组,协助我们推进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整个速度都创造了记录。 第二个,我们中国企业走出来首先要赢得别人的认可,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们不因为所在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标准。 我们的管理是一个标准,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我们在过程里头,不但要把事做成,还要把事做好。 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光水等自然资源,老挝发展清洁能源的资源, 区位和政策优势都很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区域用电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项目开发建设后,即可以将老挝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还缓解了中国南方区域电力保供压力。 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感受到,应该是有天时、地利和人和。 天时是中老两国的稳定的政治关系,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地利,我们利用好当地的华人、华商资源。 人和中国南方电网已经开始跟老挝联网给我们的电力回送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支持。 我们走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的回送电力也可以支持在中国南方区域的经济发展。 钟先觉表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将中国的资金、技术、产业带到老挝, 打造中老两国信息、资源、产业互补的新局面。 作为中央企业,便是带动从设计到实施全产业链出海的链长,将中国清洁能源领先的解决方案输出海外, 能促使产业链中的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政府建立更为深入的合作关系, 更能发挥中国优势,推动老挝当地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中央企业,我们走出来,我们的肩负的任务会更多一些。 作为的链长,是我们作为投资商,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国内占优势的设计单位, 建造单位,制造单位,以及技术咨询单位,这些全产业链条都带出来。 我们作为链长,我们有责任去组建这样的产业链条, 甚至我们也考虑帮助老挝,把我们在中国占优势的一些企业, 考虑在老挝落地,带动当地的经济。 除了落实清洁能源项目外,中广和老挝公司还在项目开发和推进过程中, 规划构建了老挝北部项目社区发展体系, 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多方面打造惠名项目, 提升项目所在地民众生活水平。 我们给当地的设计了比较多的民生工程, 希望我们投资一个项目,带动一方的经济,造福一方人民。 例如我们在当地捐建我们按照中国标准设计的学校, 我们也捐助他一些医疗设备, 协助他建立高等级的手术室, 给他们饮用水改善工程, 道路改造工程,以及造明工程, 还有建立科技馆, 给他们引入新的一些科技理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